好 接着我们继续请杭宇给我们介绍一下 护港东方面的消息吧 杭宇 好 最近港股通个股表现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整体上来看的相关股市 确实呈现一个后继乏力的格局 最近三天都是缩量下跌 但是现在主导市场的主要是来自于资源板块 所以今天的市场还是会持续关注资源股 而隔夜由于外围油价反弹 所以预期今天油价可能会上涨 所以预期今天石油相关股应该会上涨 这也有利于相关股市今天反弹 阳光